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自己认为这个立法的建议是不可行不可行不可行不赞成不赞成不赞成 我担心是会激起警民的冲突 我认为这个只是一个藉口 正如有些藉口就是警队或执法人员都是出粮的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去侮辱他 我认为这些是歪理 其实每个行业就算是教书教师 你都不应该鼓励学生可以随便侮辱他的 虽然他是出粮 如果是学生经常去侮辱老师 我相信他已经寄过甚至可能踢出校 已经有相关的法例去规管 譬如是警方来说是妨碍警务人员去执行职务的罪行 现时香港的法例 公安条例的第十七b就是接近 但是是没有特别就是说去保障 其实在警务人员他在执法期间 如果是不断去受到是侮辱和滋扰 而那些行为可能是故意带有一些政治目的 那这些就是我希望在那个修订里面作出探讨的 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文化出来 侮辱警察是觉得没什么所谓的 是小孩子又可以侮辱的 真的令到他们去处理其他严重的罪行 譬如你真的去处理到贩毒 严重的一些抢劫 或者很多其他作奸犯科的行为 他都可能会遇到困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